在5月的初映之后,这部电影打造今年最恐怖的电影名号开始在各地宣传 这么快便给自己夸下海口,这不是做事吗? 但他还要很成功的为所有观众打下第一印象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讨论这部恐怖电影,Long Lakes 大家好,我是CJ,喜欢我的影迷的话,请大大力点击Subscribe button 关注我的频道,电影Tiffany哦 恐怖电影的第一疑问就是他到底恐怖恐怖 有些画面确实还挺吓人的 但它是今年最恐怖的电影吗? 今天都没有什么恐怖片,一讲事就是咯 故事其实也不复杂 Mike Monroe饰演的FBI Lee Parker因为具有过人的第六感 被指示器调查一起连续家庭杀人事件 然后他在查案的同时,慢慢发现自身和案件有的密切关系 我觉得电影优秀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过人之处 而是他在各方面,比如说选角、拍摄的手法都做对了选择 就跟电影宣传也一样 虽然电影不停打着最恐怖的恐怖片口号 这里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他们没有为了宣传而把Nicolas Cage饰演的嫌疑犯给剪进预告片里面 不然整部电影的神秘版就会荡然无存 而在预告片之前推出的先导预告更是把影视片段降到最低 用照片和电话录音讲述一起家庭命案 这就已经记得我充足了理由进入戏院支持 有了正确的题材,就得找到正确的演员 不得不说,但Oskar Perkins真的找到了再适合不够的卡斯来实现他的想象 你如果要讨论这部电影的话,你就不能不谈到Nicolas Cage 他的演技没有人会质疑,对吧? 但其实我看到他的许多部电影,他依然能够再次颠覆我对他的期望 他透过化妆来的一个形象大转变 你认识他的第一个方式是透过他的声音 除了长时间直视他的眼睛 否则你很难看得出Nicolas Cage这个人的五官和轮廓 他在电影里面饲演案件的嫌疑犯 而Nicolas Cage的演技处于疯癫和搞笑之间 他在电影里面献出了歌声 所以你能够理解里头所谓搞笑的意思 但这些都被笼罩在他的角色疯癫的一面 演出了一个极度让人不舒服的疯子 他不仅仅是这部电影的秘密武器 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大炮 当你发现一个优秀演员能够再度 透过新的方式再次让你感到惊喜 那种兴奋度就是当下我所拥有的感觉 但既然请来了Nicolas Cage 可不能请逊色演员来和他饰演对手戏吧 这里就要谈到女主麦卡·蒙恩·罗 他离一些演员还有一些距离 但他以自身独特的眼光 参与过口碑良好的作品 也为他建立起了一定的名声 他扮演的利帕克行警 就不时透露与社会脱节的气息 电影的前15分钟 这个有点神经质的脆弱角色 马上成为了众多观众在害怕中的一小扶持 同时身为刑警的他 又如小孩穿上大玩的衣裳 透过欺骗来保护落落的自己 是这部电影紧张感的最大输出来源 也只能透过这个落小的角色 才能把电影观赏完毕 这还不把你的胆子给压缩到极点吗 众佩姐们也非常出色 其中老前辈Alicia V 也演出一个难以辨演的角色 你们能够把它找出来吗 电影在拍摄方面更是用了许多很有意思的尝试 简单至极的配颜成为了这部电影最棒的点缀 在零件的画面当中 来几轻轻的怪声 这还不吓死你 镜头的摆放更是超有意思 许多画面的镜头焦点并不是在于人物 而更多是在背景上 其目的就是要你后悔付出你那个该死的好奇心 干 后面的走廊是不是会有东西进过哦 后面还有一个镜头是专出来的主角在睡觉 然后主角慢慢站起来 然后那个镜头就约过他的头顶 以180度倒转的方式来拍摄主角和他四周的环境 这几组镜头都很有意思 而为了区化时间线 故事过去的画面都是采用4比3的格式 很有那种UB恐惧症的感觉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电影就这样维持相同的格式进行下棋 电影所拖的窒息感会更为强烈 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部分剧情 电影不是采用突发时间来确保观众不会从缓慢的节奏掉队 缓慢是为了电影的恐怖掉掉 而突发事件呢 嗯...可以说是属于这部恐怖警飞片的jumpscare 你可以想象成用拍鬼戏的方式来拍摄一部警飞片 电影的前面70%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难寻味的谜团 让观众抱头思考 到底案件呢 都是人为还是有未知力量在后面操控 而揭开真相的最后30% 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 导演采用了鬼怪玄影的角度来拍摄一部警飞片 来吸引两边的观众钱来观赏 相信观众早就有了一个自己心意的结局 在一部风格早有混合的电影 电影的结局无论如何 它在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时候 势必也会让另一部分的观众失望 虽然我个人对最后的故事走向称不上了多喜欢 但我依然觉得电影的结局很有意思 它是那种你看完以后会不停的回响 然后可以不断找到新的部分去和别人讨论 而随着每一次的讨论 你或许对电影又有了更多看法 虽然我对今年最恐怖的电影这个说法有所保留 但Long Lakes这部电影 切切实实在恐怖电影这一块上玩出了新花样 以上你的卡丝表演实现一个不一般的体验 在最低限度的jumpscare之下 使用画面和文字把恐惧两个字中在你的骨髓里 这又是一部恐怖片 你们在路上踢到的另一块宝石恐怖片 那么今天电影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想听更多电影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电影提分你哦 下方评论 下方评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